流量发财快吧 大仙什么都知道 兄弟们 资讯合集来了 首先虎年限定的皮肤人权已经确定了 共五位英雄 延波 鲁班七号 梁玉环 裴金虎 孙病 随之虎年皮肤预热CG也放出来了 虎年限定系列名为虎神纪 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名字不如前几年的祥瑞路 山河志 天文志 上榜证 但是我们戏品今年的主题 没有天生的英雄 只有平凡人们选择了五位 这个主题远离的神话传说贴近了我们的生活 贴近每一个平凡人很接地气 而且这个完整版CG很快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咳咳 最后的彩蛋貌似会有一个帅气的男子出现哦 具体是谁我不说 小伙伴们要注意观看哦 从CG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到皮肤的样式 确实是国潮系列了不同于往年的古风 创新值得肯定 孙病的翅膀有火焰的效果 鲁蛋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 走起路来 鞋子还有声 记住这个小喵咪啊 它最后变成了鲁蛋的书包 洋育环白色双马尾 身着透明泡泡袖长裙 裴近虎戴着帽子 左臂上有一只蓝毛猛虎 脸颇手臂上像扛着两个虎头大门 非常威武了 相信大家都很关心的皮肤品质 我们就来看第二个CG 这形象 你们爱了吗 我觉得五款皮肤都很好看 希望建模可以给力一点 我猜猜中间的老虎和鲁斑是传说品质 其他三位是史诗 你们又希望谁是传说谁是史诗呢 分享出来看看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算了像常威猎人的优化效果 海豹的优化效果还是可以的 下下的发型和服饰都非常青春活力 就这个出场建模啊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感觉出场动作设计还是可以的 就是眼神有点呆啊 感觉不灵动 但是旋转展示的画面又设计的不错 做在枪炮上的动作很有大小姐的工范 接着是特效 普攻加入了爱心离子 一技能优化了薔薇花 二技能伴随着爱心丢出一颗薔薇花包 三技能则是在爱心围绕下 薔薇花包顺着藤蔓舒展开来 好家伙啊 这个特效还是层层递进的 花开富贵了属于是 特效优化具体上限时间 应该是在下次薔薇珍宝格开启之时 另外干姜木野葡萄夹子要加入薔薇珍宝格了 150薔薇之星可以兑换 我感觉这是个勇者皮肤 而且干姜的高级皮肤很多 换这个多少有点不值啊 但如果你的薔薇之星已经溢出了 那就当我没说 并且薔薇珍宝格的五款皮肤 薔薇猎人 优雅猎人 女武神 玩具恶龙 胡桃夹子 即将迎来集体标签升级 新标签升级为珍宝格 这波排面属于是拉满了 你们觉得呢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